全球有记录的病毒重组事件 已经有三次了 也有科学家说 这个Omicron可能不是一个 最后一个令大家担心的 这个新冠病毒 病毒可能还在不断地变异 甚至变异到 连希腊字母都不够用了 我觉得就是病毒变异是永恒的 就是这个它一直都在变异 其实您的问题可能是 有没有新的病毒 会把Omicron替代掉 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毒株 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就是目前如果 根据我们的一些仿真模型 如果在欧美或者很多的地方 大部分人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很快就被感染 然后获得免疫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会达到 某种意义上的群体免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再次被感染 然后再次出现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 成为这个主要毒株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是会降低的 这个世卫总干事 谭德赛在2021年的最后一次演讲当中呢 也非常乐观地表示说 相信2022年是我们终结大流行的一年 当然他说前提是我们要 同心协力 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这么说的 赵老师 我相信 我相信谭德赛呢 他的这个论断最主要的是给各国的政府和公众一个继续跟新冠斗争的信心 他的主要的依据呢 就是全球新冠疫苗的接种 就是说到2022年的这个年底呢 理论上讲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呢 应该的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呢 都应该达到或者超过70% 也就是说通过新冠疫苗呢 建立起了防控新冠病毒的免疫屏障 当然呢 因此讲呢 从我个人的角度讲 我还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依据 就能够预测出2022年是新冠病毒的最后一年 那我想听听这个杰亮老师从这个病毒学的角度 就我觉得这个病毒啊 新冠病毒特别的聪明 他自身不断地绞尽脑汁跟我们人类斗智斗勇 你觉得他会赢吗 他还会不断地迭代吗 那么大家也看到在这个 这么多的时间以来 有很多的一些变异株产生 当然最终留存在这个人群当中流行的 其实只有少数的几株 那么这几株其实都是获得了一些优势 那我们仔细来分析他有哪些优势呢 主要就是两点 一点就是他的传染性更强了 还有一点是他的免疫逃逸的性能会更强 那么在早期像Alpha的毒株 它主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可能是一个开索的能力增加 也就是他的传染性会增加 那么到β到γ到delta 这些毒株呢 更多的是一个免疫逃逸的一个增加 因为他的传播性已经比较高了 也就是说即便你有更多的人得过了 或者说打了疫苗了 他还是能够找到空子 钻进去 所以我的预测呢 就是说如果后面还会出现变异株的话 可能免疫逃逸株的这种 变异株的出现的几率会 还会有 同时的话呢 可能就是他的传染性 也会进一步地整合 像Alpha Beta的一些优势 是吧 因为这一次的Omicron的毒株 它其实它的突变位点 已经是相对的极大成了 就把它前面几株的 这些突变的 位点的优势都体现出来了 当然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个人觉得 还是因为一个病毒感染的基数 非常非常大 那么其实有很多的变异株都在这种 人和病毒相互作用过程当中 因为没有获得刚才说的优势 就消亡掉了 那么被自然选择 筛选下来的这些毒株 最适应人群的 它会留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